第四章一至到四節 和第四章十至到十四節 摩西回答說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然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是象 耶和华说 雕在地上 他一雕下去 就变作蛇 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手来 拿住他的尾巴 他必在你手中迎变为将 十至到十四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呀 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撤口笨是的 耶和华对他说 谁做人的口呢 谁洗人口牙以聋 木鸣眼核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似你口才 只教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 摩西说 主呀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法路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 利未仁阿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 心里就欢喜 今早上呢 我们就有德牧师 去和我们分享一个信息 他的主题 请猜显我 我们再一起祈祷求圣灵呢 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说话 主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是很宝贵 你的话语就是给我们有生命 你的话语就引导我们 每一日在世上 我们怎样去生活 怎样去跟从你 主你给我们 今天有一个的仇教的心 知道你的心意 又安着圣灵 给我们的帮助 引导 我们会去安着你自己的心意 去实行出来 主呀 这个是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是开始讲了 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其中一部分 也都呢 今天读的经文呢 上个星期呢 其实都读过的了 上个星期呢 我们跟大家讲呢 就是第一集 今天呢 就是第二集 上一集是讲到哪里呢 那我们就要看上一集 小小的回味番 还有呢 可能有些姐妹呢 上个星期没有在这里的 上一集呢 我们讲到摩西 和神之间的对话 摩西呢 就听到神给他的呼召 叫他呢 叫他呢 去将以色列人呢 是带出埃及 就去到要 要敬拜神 服侍神的地方 那么这个摩西 那这个摩西 一路呢 都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 长大 过着一个皇子的生活 接受皇子的教育 那后来呢 他发觉 原来他不是埃及人来的 原来他是以色列人 那么他呢 出现了一个身份的危机 那么要 发觉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是这样的时候 那么怎么好呢 那么他呢 就觉得呢 他要帮回一些以色列人 不要被埃及人呢 去欺负他们啦 去害他们啦 那么有一次呢 他就见到有个埃及人呢 就虐待以色列人 于是呢 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 但是呢 就被人知道了 于是呢 就要走路了 放逐了呢 就去到抗野沙漠的地方 那么他四十年的时间 在埃及的皇宫做皇子 然后之后的四十年的时间 就是放逐的生活 躲在沙漠抗野的地方 那么就是在这个抗野的地方呢 神就向他显然 出现在他的面前 就叫他说 摩西你要回去埃及的地方 跟这个埃及王法老王讲 叫他呢 要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因为以色列人呢 他们的呼声 他们求神的祷告 神听到了 神呢 就要带领他们离开 这个做奴隶的地方了 摩西听见 神这样 给他这个任务 摩西觉得 哇 这个任务呢 又大又难 哪里是我做的 我是哪个 我都不知道我是哪个 我怎么做这些这样的事呢 所以呢 他第一个给神的问题呢 就是究竟我是哪个呢 上个礼拜我们看过 那个第一个摩西的疑惑 摩西的第一个疑惑 就是 我是谁 我是谁 然后摩西第二个的疑惑是 我知道我是哪个了 那你是谁才行的 我知道我是哪个都没用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个 那这个呢 有时都是我们的生活的写照 甚至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写照 有时我们都不是很知道我是哪个 也都有很多事 我们其实 好像知道耶稣是哪个 又不是真的好知道他是哪个 因为我们好像认识他 但是呢 你真的问一下自己 你认识他多少呢 又好像认识一些 又好像不是好认识 那神呢 都一一的解答他这两个的疑难 这两个的疑惑 那我们觉得神都这样答了 那摩西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那这个摩西呢 你如果看得正面一点 就是他很有求之欲的 他要打烂沙盘 问到督的 问到清清楚楚才去做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他那个软弱的地方呢 就是他其实在找很多的藉口 很不想做 这些这么难的东西 哪里是我做的 我只不过是牧羊人来的 以前呢 在皇宫里面呢 就指挥军队 现在在沙漠里面呢 就指挥这些羊的军队而已 摩西说 我世丹力薄 我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做呢 问完两个问题 神答完他两个的问题 给了答案他 摩西呢 还没曾满足 那这方面可能我们都要学一下他的 不是那么容易满足才行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很容易满足呢 读了一些圣经我觉得 够了 识了耶稣 一些 我又觉得够了 但是我们的神这么丰富的时候 我们只是认识了他很少而已 摩西就知道呢 他要继续的去知道 继续的去寻求 找个答案 于是摩西呢 继续问问题 摩西第三个问题就来了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 好了 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上次告诉我 你就是自有永有的 你就是耶和华了 这个就是你的名字了 那我去到以色列呢 那些以色列人问我 那个究竟是谁来的 谁派你来的 哦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神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自有永有 他就是我们的祖先 阿伯拉罕 以撒瓦各的神来的 这个就是他的名字了 但是摩西跟着就问 对了 那怎么呢 我知道了你的名字了 那又怎么呢 知道了你的名字都不行 于是摩西那个问题就是说 四章第一节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 并没有向你显然 是啊 那个神是很聪明的 那个神呢 他是自有永有的神 不过你怎么证明 是他叫你来的呢 因为摩西都是 很心思熟虑 他不是随随便便去做的 那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要 很清楚那个答案 摩西这个问题 他问神 那你要给我一些东西 我们所谓呢 要展示一些处理 我知道你的名字 但是不够的 那你的名字有什么这么聪明呢 你的名字很厉害吗 那你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呢 于是神又回答他 神回答他的时候 然后呢他就先问他 你手里面拿着什么呀 摩西说我拿着一支拐杖 神就叫他将拐杖 扔在地上 他一扔在地上的时候 拐杖变成了一条蛇 摩西呢就很害怕 直接是要跑开 圣经形容得很厉害 然后神呢对摩西再说 你身的手呢 拿着那条蛇的尾巴呢 他就会变成一支拐杖的了 神立刻在他的面前看到 我可以做到 我的大能 我是一位大能的神 所以神给摩西的这个答案就是 我是全能的神 我立刻在你面前给你看到 你只要肯信你就会看到 你真是能够经历到我的大能 其实刚才我们呢 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第四节就是说 神将拐杖变了蛇 又蛇又变回拐杖 中间呢我们就跳过了一些没看的 那里没看的 为什么没看呢 因为其实呢都是关于同样的东西 在刚才读经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读完 但如果你有圣经呢 你可以继续打开来看那里 第四节之后 神就将那条蛇变回拐杖之后 跟着什么呢 第五节那里就说 神就跟这个摩西讲了 我做了这件事给你看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 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是向你显然的 他们就会信你了 他们看到我能够做的事 到时你会做出来 第六节呢 又对他说 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及至抽出来 不料手掌了大麻风 有雪那样白 不单只拐杖变蛇变拐杖 而且呢 在摩西身上 亲自被他经历到 你的手 突然间变了有麻风 然后第七节 耶和说 再把手放进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及至从怀里 抽出来 不料手 已经伏缘 与周身的肉一样 神是被摩西 亲身经历到 不单只是支拐杖 他自己的手 自己这样经历到 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 因为我们的信心 很小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恐惧 我们面对前面 一些的境况 我们觉得呢 我们是 没有办法去克服的 这些这样的祭遇 我怎样能够克服呢 这些事情发生 在我的身上 我完全手足无措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些问题 神啊 究竟你是谁 究竟神啊 你可以做些什么 我怎知道你是真的 只要我们肯 睁开我们的眼 我们就好像摩西一样 我们能够见到 只要我们能够 用我们的信心 我们一样 好像摩西一样 会见到 我们愿不愿意去经历 很多时候我们都 想起 好像以色列人 他进入去加南地的时候 他们去到这个约旦河的 那条河 河水洶涌 那我们怎么过河呢 那些祭司抬着约柜 就踏下去约旦河 就是脚踏落约旦河的时候 河水就分开给他们走过去 但是如果你只是站在那里观望 如果你只是站在远远地在那里想 自己在那里想 就算你计划很多的东西 你不愿意 凭着信心跟从神 向前行的时候 你都见不到 所以摩西他真的亲自经历到 那摩西应该这次很有信心 亲眼见到 拐掌变蛇蛇又变拐掌 亲自经历到 手突然间麻风 然后又突然间好回 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这个神真的厉害 但是摩西又是一样 我不知道应该赞他 应该是谈他 你觉得你会赞他 还是会谈他呢 你想一想 你会赞他 你真的要很彻底地 找出一个百分之一百满意的答案 然后你才去做 你很有计划 很仔细地计划好了 预备好了 好像我们现在那样 拿个电脑弄一张spreadsheet 一步一步地计划出来 有些就整个flow chart 一个一个地计划好了 然后才去做 这些很有计划 头脑非常精密的人 你会这样赞他 还是你又会看到 他那个缺乏的地方 你自己全部什么都计划出来的 你还什么要神 这个世界都是很多人就是这样 我样样都自己搞得定的 所以你们说要信耶稣 要靠神 干什么我要靠神 我靠自己 我一手打天下回来的 白手卿家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常常都这样想 那些白手卿家的那些人 常常都说 我自己靠自己的 我不靠任何人的 靠自己的那些人 你今天没有吃早餐 早餐是不是你煮的 是啊 我自己煮餐的 我自己煎蛋的 蛋是不是你生的 你是不是靠自己的 你必须靠人 你不用靠人 你只靠一只鸡 一只鸡生蛋给你吃 你有没有吃牛肉汉堡包 牛是不是你在香港 所谓在十八楼養的牛牛 你自己養的 你又要喝牛奶 你喝牛奶的时候 是不是你自己拿的 牛是不是你自己养的 我不用靠人的 我只是靠自己的 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人可以 只是靠自己 不用靠人的呢 人你都要靠 何况神你不用靠 人可以帮你 做完所有的事情吗 人可以掌管你的未来吗 有时我们自己很矛盾 自己不是很知道的 摩西其实也很矛盾 他心里面真的很矛盾 他也很知道 神啊你真的很真 你应该看到这么多 那么厉害的东西 我还有什么藉口可以不做啊 我还有什么藉口可以逃避啊 没有的了 没有的了 不过摩西很聪明的 他还可以找到藉口的 我想我们也没有他那么聪明 找那么多藉口 我想你也不会有那么多藉口 神我知道了 你的名字就叫做 自有永有 很厉害 然后你又展示了一些 你又可以 行这些神迹 这些不是变气法来的 这些真的是 真东西来的 你说那条蛇啊 拐掌那些 魔术师变气法 就是你的手 你自己的 一会儿有麻风 突然间又没有了麻风 好翻了 是你自己的手来的 不是人 不是魔术师去操纵的 是应该相信的 不过这个摩西 真是又聪明又小信的人 不知怎样评价他 他还有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疑惑 第四个疑惑就是 好 你是神 你很厉害 你可以使用你的大能 可以操控这个世界 甚至掌管人的生命 掌管我的手 你做到了 我服你了 你很厉害了 但是呢 我又怎样 你做到而已 我做不到的嘛 你做到你就去做 做什么呢 你做到不做 叫我去做 你没有这样试过去质问人 你懂做做什么 你不做 做什么要我做 对不对 摩西是怎样说的 摩西对耶华说 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我不是很懂得说话的嘛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 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是撤口笨舌的 我一向都不是很懂得说话 有时候还有一点点 口窄窄的 未至于漏口也好 说话我就会口窄窄的 一见到人 我就面红的了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 以后也是这样 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东西了 让我看到你的大能力 我都还是一样 不是很懂得说话的嘛 我不是立刻就会变成一个 辩论家的嘛 那这样是真的 我不是可以 啪一声 睡醒一觉 就突然间变成一个很聪明的人 突然间变成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我本来是没有这种恩赐的神 我怎么侍奉你呢 我一向又不是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不是一个心思这么神物的人 你叫我去做这些事 我是不行的嘛 我不行就不行的啦 这些是没得逼出来的嘛 我IQ是这么多 不会说我睡醒了 我听完主 你说完一番说话 我突然间IQ爆棚 不会的 所以这些原因都是很真实的 所以你给神的借口 可能都是很真实的 但是神的答案是什么呢 神的答案就在第十一节 耶和华对他说 谁做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啞耳聋 木鸣眼核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我会做的事就是 我去装备你 是呀你不懂得做 但是我会使得你懂得做 我会去教你做嘛 上次我们看过啦 神给摩西的第一个答案 摩西说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怎么做呢 神说你是谁都不要紧 我和你一起做嘛 我去教你做 我去带你做嘛 所以摩西他的疑 说他的犹疑就是 是啊你很聪明啊神 你很棒啊 不过我不行 神说 谁使得人得 谁使得人不行 就算你觉得你不行 我和你一起做的时候 那么你认为 可以还是不行呢 第十二节 现在去罢 我必赐你口才 只教你所当说的话 你不懂得说吗 我教你怎么说 神真的教了他怎么说的 他说在第四章呢 就是后面那里没有读 那里一路去到 四章的第二十一节 和二十二节 那里摩西呢 就真的 起程了 去找这个法老王 回去埃及皇宫那里 要跟法老王说 就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叫你给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这个做奴隶的地方 出到那里去敬拜神 那究竟怎么说呢 第二十一节那里就说 耶和华 对摩西说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 要留意 将我指示你的一切 歧视 行在法老面前 我教你怎么说 我叫你做那些的神迹 你会做出来 你照做 然后还有 跟着呢 神还跟他说 你要在他的面前 做这些歧视 但 我要使 他的心 肝硬 他必不容 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 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 用我的儿子去 好侍奉我 你还是不肯用他去 汉啊 我要杀你的长子 神还说了给他听 你会遇到这些困难的 你会遇到一个 心里面很肝硬的法老王的 他明幻不灵的 他明知道 这个神是这么厉害的时候 他死都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 他是很硬的 神都已经说了给他听 就算我跟你一起去 我跟你一起做 我在你的面前 在法老王的面前 我会行这些神迹歧视 不过呢 他是死都不听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我们真的 很希望 神既然你这么厉害 你又跟我一起做 你又教我做 我就照做了 那应该很简单 很容易做完的 我们都希望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就更加不会有什么藉口 但是 摩西都知道 要经历过一些困难的 神仍然要磨练他 你看摩西接受神的磨练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40年 在埃及的皇宫那里 接受那些军事的训练 天文 地理 行政各种的训练40年 然后呢 去到沙漠那里 训练什么呢 训练养羊 要学养羊 那为什么要学养羊呢 很多的磨练在里面 然后 真是神呼召他去做的时候 不是说就一帆风顺 不是说呢 很简单的 两下手势就搞定的了 神为什么叫他去做的时候 又明明要告诉他听 这个法老王 心里面肝硬的 他怎么都不肯让你们走的 后来到很多很多的 灾难临到埃及之后 最后呢 神要杀了他的长子的 神是要这样磨练摩西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去跟从神 去侍奉神 有时我们真的 心里面是很希望 很希望 是一帆风顺 但是我们又知道 神做事的方法 不是这样 摩西领受这个任务之前 很多这些的疑惑 到了刚才我们讲到最后 神说 我必是你口才指教 你所有说的说话 我什么都教了你 那么我们 还会不会去 你还肯不肯去 神已经一个一个的答案 给你了 神已经在你面前 show了他的call 神又告诉你 我这样 这些神迹歧视的能力 你都有的 你都可以照样做到的 摩西到了最后 没什么好问了 没什么藉口了 不过还有一招 还有一招 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最后一招 第五个疑惑 摩西说 何必偏偏算中我 第五个疑惑 在第十三节那里 第十三节摩西说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这一句 你要很小心读的 你要很小心地想的 究竟这一句 是什么意思 你表面看下 我以前初初读的时候 都是一样地想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那就是说 神啊主权在你手中 你是最劲的 既然你是那个总司令 你既然是我生命的主 你既然是宇宙的主宰 你完全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权柄 怎样派你的兵出去 是不是 一个元帅 一个将军 都有这样的权 这位全能的神 更加能够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那就是呢 跟着呢 我们就会心里面开始想 于是摩西呢 就算死死气都好了 都去了 可能都不是死死气 可能都 哇 真是厉害啊 我的神这么厉害 他又叫我可以行神职 他又叫我到时可以 拐张变蛇蛇变拐张 哇 真是 香港人的俗语讲得 真是粗俗一点点 哇 真是过瘾了 在他们面前 哇 你看我多威 我可以做这些东西 哇 每个都看着我 去行神职 哇 真是开心了 你会不会这么想啊 应该会这么想的了 所以呢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不过呢 第十四节才奇怪 第十四节 耶华向摩西发怒 本来好像是摩西说 我服了神 我服了 你说要谁去 就谁去 那就是说呢 你叫我去 我就去啦 但是 跟着那句就说 耶华华神向摩西发怒 那如果摩西 很信服 去了 那神都应该 终于都说服到你了 是吧 那都应该开心的嘛 但是神竟然生气啊 神无端端在这儿 干什么生气呢 神生气了肯定有理由的嘛 你生气都应该有理由的啊 是不是 何况神呢 后来摩西认识神多一点的时候 他说你是 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 耶华华向摩西发怒过 然后后来摩西 形容神的时候 跟神说 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 你觉不觉得很精彩 很精彩 那为什么耶华华会发怒呢 是不是摩西说错了些什么呢 神啊 你要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罢 那应该是很对的 是不是 这句说话 旧约的时候 是对 新约的时候 是对 现在都对的 你会不会说 这句说话说错 没错的 所以我发觉了一个问题 就是 摩西他说的时候 他应该不是说 主啊 你真是厉害了 你叫谁去就谁去 你叫我去我就去啦 我想摩西不是这么说 摩西他其实说的时候 他是说 主啊 你这么厉害 你喜欢叫谁去 就谁去罢 你叫我去 我就去罢 我们有很多人 属于那个族 我们有些人叫做 打工一族啦 是不是 摩西那族是什么族呢 摩西那族叫做 罢的一族 你想想你平时说话 去就去罢 妈妈叫你 小时候叫你 收房 收就收罢 神叫你侍奉他的时候 奉就奉罢 有时我们是什么 发晦气 你大了 你大了 你是神 你叫我做 我就做 是不是 你有没有这样 你是不是罢的一族 你留意一下自己说话 这个罢字 神呢 哇 我真的发觉 真是厉害 他真是很有忍耐的 哇 对着这个摩西 这样 这个罢的一族 发完脾气 你何必偏偏选中我 你干什么是要叫我去呢 你叫谁去 就谁去的嘛 你叫我去 我就去罢 最后呢 神还继续跟他说 第十四节 因为呢 耶稣说 向摩西发怒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 利美人亚伦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 心就欢喜 很奇怪 神说 好 你不想去 我又不是要逼你的 你又说 你肯去啦 不过你又不懂 懂得说话的 我叫阿伦跟你一起去 阿伦懂得说话了吧 叫阿伦跟你一起去 阿伦做你的发言人 摩西真是想 既然是这样 你叫阿伦去 干什么还叫我去呢 何必偏偏选中我 我不知道你以前 有没有唱这首歌 小李飞刀 有没有听过 有时你未必完全明白 但是神就看到 他要用你 你看看后来摩西 你读回摩西 后来的生平 他怎样受神使用 在埃及将以色列人 带出来 带到去抗野 去到加南的门口 他没有进去 后面那些不说那么多了 后来真是摩西 人家进去加南了 他没有进去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 救游自取 这样说他就很坏 摩西你真是命还不灵 硬颈 不听神的话 终于神就 给你这个后代 进去加南 你就没得进了 你就临到门口的时候 你都临门一脚 就坏了 我们看见 我们对神那种敬畏 是多么重要 对神那种敬畏 没错 神是很忍耐的 你怎样跟他拗 他都听的 你怎样跟他拗 他都给你答案 但是你那种明还不灵 终于有一日 可能会救游自取 所以我们真的要开放 我们的生命 给神去虐磨我们 去预备我们 我们不要找那么多借口 去抗拒神 不要找那么多借口 去逃避神 所以可能是 神摆在你的面前 有一些的任务 有一些的使命 叫你去做的 你不要逃避了 你就带着神 给你的信心就去做 可能在你的面前 遇到的是 有一些你觉得 很困难 解决不了的 一些的难题 在你的生活上 你的工作方面 你不知道 怎样才可以 是过到这些的日子 你又跟神 去对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对神 那种的敬畏 信服 你有没有对神 那种的信心 这些都是 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回顾 我们之前的这一年 甚至这一年之前 的更多的东西 主啊我究竟 是一个怎样的人 主啊究竟 你是一位怎样的神 主啊究竟 你可以做些什么 主啊究竟 你要透过我 做些什么 我们一起祈祷 全天的天父 再次多谢你 在你的话语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 这么奇妙的能力 主啊我们 不是没有经历过 你的真实 不是没有经历过 你的大能 但是主啊我们 这帮小信 小信的人 我们就在这里求你 怜悯赦免 我们小信的时候 主要我们要倚靠你 赐给我们一个倚靠你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有一个敬畏的态度 主要我们愿意 培养出这种敬畏 信服 你让我们遇到周围的困难 你正在磨练我们 你让我们在面前 好像大过我们的 这些的任务 你都要磨练我们 就好像当日 你磨练摩西 主啊我们愿意 接受你的雕镣 接受你的猜险 我们愿意 靠着你的能力 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 主啊赐给我们 这样的信心 和信服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是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我们接着呢 就唱这一首的诗歌 就是叫做 《请差遣我》 给我们呢 去经历到 神叫我们去 去面对前面这些 好像很大的难关 很大的挑战 让我们带着这种的信心 接受神的差遣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唱《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主却江西 华十家圣宿仔 以粉水罪权勢 倾黑间会就见天国来临 谁可替我预告 请猜献我 替你宣告 你是神 谁亦需要悔改归行 神自国道 请猜献我 请猜献我 替你宣告 全你每一火心都愿归你 成为活祭 见证真理 请猜献我 感觉不醉与歪理 以消耗尽忠心 同心世家相有万分 十家大爱众美文 天国以近世代快声绝魂 以素性真爱心 天天的努力去抢救灵魂 谁可替我做到 请猜献我 替你宣告 你是神 谁亦需要悔改归行 神自国道 请猜献我 请猜献我 替你宣告 全你每一火心都愿归你 成为活祭 见证真理 请猜献我 各位请坐 人生里面很多的挑战 究竟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的人生 对于我们的生命 是有什么意思 信仰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 而且不单止是一个信仰 我们所说的 不单止只是一种宗教信仰 我们所说的 就是一位永活的神 一位永活的神